下面咱们就要对这个新闻数据进行一个分类任务 也就是说 咱们这里不是有一堆Label吗 然后有时尚的 然后有汽车的 还有一些军事的 可能其他业类别的 然后咱们就要做这样一个分类的事情 我们选择的一个分类器 是用咱们该给大家讲的那个BES分类器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东西 在这里大家先来观察一下 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数据 我先给它进行了一个分词 然后我们这个Label它是一个词吧 比如说时尚或者汽车或者其他东西 这里咱们先来看一下 在我这个Frame当中 然后我在它的Label项里边 算它的一个有哪个值 有哪个值就是说 当前在一列当中 它有多少个不重复的值 这里是有汽车 有财经 有科技 健康 一共应该是有算12345789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等于0 我记着 时尚这块 最后有等于0 一共就是有10个类别 也就是说 现在我要做一个10分类 但是呢 就是咱们那个SKLAR 它是不认识这个Label吧 它只认识012345789 所以说 在这里 我要先做这样一个映射 做映射 咱们用Pandas 可以很轻松的 完成这样一个事 我写了一个LabelMapping LabelMapping里边 就是往汽车 等于换成1 财经换成2 写成这样一个字典 Key呢 就写成你这个Label当中 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词 你都把这个Key啊 写成那个词 然后呢 我的一个Label值啊 就是你要替换的 比如说 我想把汽车 切换成1 那你就写这样一个 KeyValue的一个建制对 财经呢 也做这样一个替换 科技健康 后面就一样 就是你有多少类别 你就要做多少 这样多少东西 然后指定好你的DataFrame 在我这里 我看我要把这个Label 进行替换吧 Label怎样能够进行替换呢 我进行一个点Map Map的操作已经销好了 Map什么 把我的LabelMapping传进去 这样呢 咱们就可以完成啊 咱们的一个 关于我的一个Label替换了 然后现在啊 是不是说 这左边啊 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右边呢 是我的一个Label值 那现在啊 我就相当于把数据啊 已经做成了一个 一会儿我SKeyLen能用的形式 现在还用不了 一会儿啊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 相量转换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数据 一开始啊 又先展示了一下啊 咱们最后几条数据 一共是有5000个数据的 在时尚里啊 这是一些时尚的关键词啊 咱们也都不看了 然后下面啊 就按照咱们的传统的一个流程 去做就可以了 在我的SKeyLen当中啊 第一步 我们还是要把我的数据啊 分成一个训练级 还有测试级 嗯 这里就是训练 关于训练级和测试级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一个比例啊 去切分 或者说 按照它默认一个值啊 也是可以的 然后切完之后啊 就是可以打印一下 当前的一个数据是什么 这里呢 我又做了一个额外事啊 就是说 嗯 一会儿啊 我们咱们先往下看吧 就是说 一会儿我要用这个东西 就是 我要统计一个向量 就是把一个词啊 转换成一个向量 或者说把一句话 转成一个向量 嗯 这里为了方便大家 进行一个实验 然后在这里呢 举了一个小例子啊 咱们先来看这个例子啊 通过这个例子啊 咱们来对比一下 一会儿要做一件什么事 比如说啊 我现在有个文本 就是一个test 然后里边有三篇文章吧 咱们假设三篇文章吧 第一篇文章啊 这就是假装我是分子好的 然后三个英文单词 第一个呢 是狗猫鱼 第二个啊 也是啊 狗猫猫 然后这个鱼 鸟最后只是个鸟 在这儿就相当于是 一二三四 相当于啊 咱们有四篇文章 四篇文章 里边的词是非常短的 然后我做了一件事啊 就是我用sklearn 我们来看我在sklearn 在这下它的一个特征选择啊 然后文本文而下 构建了我的就是 就是构造出来了 咱们一个向量的一个构造器 用我的一个向量的构造器啊 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事 然后下面就是说啊 首先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 然后fit transform一下 fit transform啊 就是说 嗯 要按照某种形式 这里就是说 在这个我们特征提取文章下 就是有很多种啊 不都不很多种吧 有几个咱们做向量的方法 一会儿呢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种就是tfi6f嘛 咱们可以指定啊 多种分类 就是多种构造向量的方法 去做这样一个事 fit transform啊 相当于是 按照你的一个指定好的标准啊 去做这样一个转换就可以了 那以这里呢 首先啊 就是我get一下feature这个name getfeaturename啊 就是说 嗯 现在我的一个语料库当中啊 不重复的单词 一共有多少个啊 一共是有四个的 那一共是有四种词 那是不是说对于一篇文章来说 不是说对于一篇文章 对于所有的文章来说 它的一个向量的长度都是四的吧 因为在这篇文章当中呢 它肯定啊 会出现啊 在四类词当中的某一个 不可能比这四种词还多吧 因为咱们先统计了一下 它是不重复的单词啊 分别是有哪几个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对于第一个篇文章啊 这个 狗 猫 鱼 然后它的一个向量是0111 那这个011哪来的 它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说 首先它就 它是先看了一下 就是第一个词啊 什么 第一个词是一个鸟 鸟出现几次 鸟出现零次 所以说第一个是零 第二词呢 第二词是猫 猫出现几次 猫出现一次 所以是一 第三个狗 狗出现一次 所以是一 鱼出现一次 所以也是一 这是啊 对于我的第一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呢 是一个啊 第二篇文章 咱们接下来看吧 鸟出现几次啊 鸟出现零次 猫呢 猫出现 这出现两次吧 在这块有两个开的吧 所以说 这块是一个2 狗呢 狗出现一次 所以是个1 飞时呢 飞时出现了零次 所以说是个0吧 后面一样啊 就是说啊 按照咱们这样 这个就是 前面打印出来的这个names啊 它是一个 就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 下面呢 打印出来的 我的一个victor啊 就相当于是 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啊 把我向量进行了 这样的一个转换 那一会儿啊 就是啊 为了咱们简便器啊 咱们最开始的一个分类器啊 就是BS分类器啊 也是基于这样有形式啊 构造出来我的一个向量 所以说 在这里呢 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符合啊 我的一个向量的 一个输入的规则 嗯 其实给大家看这个例子 是为了说明一件什么事啊 就是为了给大家讲一下 关于这个SKLearn 它这个构造器啊 它输进来的一个输入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首先输入来说 要求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一个list吧 然后呢 例子里边啊 它就是有逗号分开吧 逗号分开什么 逗号分开的是 我们每一篇文章吧 那每一篇文章 都是像一个 Stream的一个串似的 然后在这个串当中呢 用空格来进行一个 就是换行服吧 就不是换行服 用空格来进行一个分词吧 所以说呢 咱们一会儿啊 也要按照 按照这样一种形式 之前我在写的时候啊 我写成什么样了 之前写的时候啊 我没写成这样 就是我写成了一个 list of list的形式 就是最外层 它是一个list的 我的一个输入 然后里层呢 这是一个list的 然后这也是一个list的 它我之前啊 没给它写成一个 Stream的一个串的形式 然后啊 它就一直在报错 我一直一直啊 以为是可能是 一些什么酷啊 没更新之类的 然后做了一些无用功啊 最终也没搞定 后来呢 就是我写了这样一个 简单小例子啊 通过这样一个小例子 我一下就知道了 它的一个输入啊 它要求的格式是长什么样子的 其实呢 就是说 当你用这些酷的时候啊 如果说你报错了 那首先啊 就是咱们第一步啊 先看一下这个酷的版本 是不是更新了 会不会发生 API的一些变动 这是咱们第一个要看的 第二呢 就是说 咱们自己啊 写一个简单的输入 然后用一种最简单的形式 来去测试一下啊 它有没有问题 如果说最简单形式 没有问题 那咱们就按照这种最简单形式 去仿造这个数据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说啊 在这块我写了一大串子 写了一大串子啊 它的目的就是相当于是 做这样一个转换 我们来看 这有一个空格 空格点转吧 空格点转什么意思啊 相当于是 我要之前 我这里传进来的是 这里边是一个list吧 但是呢 我观察了一下啊 这里边要求啊 它不能是一种 list of list的格式 所以说呢 我需要把它啊 转成一个string的串 嗯 在passen当中啊 我们list的往string去转啊 就可以用一个点转的形式 然后并且用什么去分开 这个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种形式啊 然后我们把它啊 放到这样一个worth里边 那其实这个worth里边相当于什么 这个worth里边就相当于是 我们的一个训练的数据了 这里呢 我就打印了一下 当前的一个worth0 worth0里吧 是不是啊 什么中心网上海 什么日电 父亲节啊 怎么怎么样 这个相当于啊 是一篇文章啊 这一篇文章啊 它就是一个string的一个串 相当于啊 我先把这样一个数据啊 先做好啊 指定成这样一种标准的形式 指定成了一种标准形式之后啊 然后我做了一件事 就是在我的sklearn当中啊 就是实际的去构造一下 咱们的这个向量 怎么样进行一个生成 然后呢 这个lowercase啊 我指定成了一个force 你可以指定最大的一个特征数 然后呢 咱们是用一个词 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构造向量的 然后指定好了这个实际化对象之后啊 我实际的点fit一下 这个啊 跟我们之前操作都是一样的 咱们还是按照sklearn 一个比较标准形式啊 先去把对象实际化出来 最终呢 点fit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啊 咱们要用那个bs去做吗 我们来看在sklearn当中 把我的一个bs拿出来 bs拿出来之后啊 然后实际的用我的classfile去点fit一下 fit什么呢 我的victor吧 我要传进来的是一组向量啊 所以说呢 在这里 刚才我们是把victor怎么构造写好了吧 在这里啊 我就要用我的victor 实际的把我的一个词 相当于啊 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相当于你是也是要进行训练啊 就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 去进行个转换 那下面这个实际的 transform呢 相当于啊 就是说你把这转换规则训练好了 实际的去转换 那把我的一个force啊 转上向量之后 那现在它不就是我的一个输入的特征了吗 比如输入特征 还有咱们的一个label值 这样呢 我就可以去做啊 咱们的一个bs的一个分类器了 做好了一个分类器之后啊 我们要进行一个测试吧 在你训练级和测试级上 你要保证的一点 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预处理模块啊 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训练级你怎么预处理 然后测试级啊 你就还是怎么预处理啊 两种预处理方法应该是一致的 在这里我们用我的一个 我们来看 就是我指定的一个test worth吧 就是说 这里同样对我的一个测试级 我把xtest传进去 同样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呢 实际的啊 还是给它进行一个fit 就是还是要做这样一个事 再把它呀 转换成我的一种向量的形式 然后呢 我的一个classifier 实际的啊 执行一下当前的结果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果啊 我们的一个结果 也可以看出来它的一个值是等于什么啊 81%的一个精度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bs啊 分类器的一个结果 嗯 其实啊 就是关于这个坐向量啊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形式 我们也可以来再来看一下 嗯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传另外一个参数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有ngram ngram什么意思啊 咱们刚才看着什么 咱们刚才看着是不是说 在这个词户当中啊 就是我把单独的词都拿出来 那一共啊 咱们刚才算了一下 是有四个单独的词吧 但是呢 当你指定了一个ngram之后啊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组合 我们来看 这是单狗的词啊 就这样一个bed的 然后呢 我们能不能有组合呢 我们来看两个猫猫啊 是一个组合 猫鱼是一个组合啊 这个狗猫是一个组合 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可以让这个词啊 它的组合的一种频率 不是频率吧 组合的一种种类是更多的 这样有一张什么好处啊 会让你的向量更复杂 我们来看 现在的向量 是不是原来是一个四维的 现在呢 0123456789 现在是九维的吧 也就是说 现在呢 通过你把这个ngram啊 指定成一个比较大的数 它的一个向量维度啊 会更大一些 这个啊 就是看你的一个需求了 通常啊 ngram指定成2就可以了啊 一个两维的情况下 咱们的一个维度啊 就已经很大了 咱们可以想啊 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个预料库当中 是有2万个词 那你这个ngram等于2 那这种组合有多少个 组合就特别特别多了吧 所以说呢 咱们也得考虑啊 这样一个计算复杂度和向量 它的一个奇数性 这样呢 通常啊 我们把一个ngram的值 设计成2就可以了 通常就是说 这种三种组合啊 我们是不去做的 因为三种组合啊 这种组合的可能性就太多了 这个矩阵就太太 太稀疏了 一般ngram等于2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说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其实呢 就是加进来这样一个参数啊 那可以给大家留一个思考任务啊 就是说 我们加上这样一个参数之后 会不会使得模型效果进行提高呢 我自己跑了一下 确实会提高 会提高一些 但是百分之几个点吧 不会特别多啊 这是一种方案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啊 我们下面再来看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做的 另外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 呃 就是我们的一个TFIDF的一个转换啊 啊 上面啊 就刚才好像我是往下多看了一些 上面这个80.4啊 是我的一个基本的BS 然后用我的啊 咱们刚才基于磁频的那种向量进行一个构造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不是还有TFIDF那个东西吗 然后还是在我的这个SKLEARN当中啊 我有一个特征提取 然后TESO网络下 把我的TFIDF这个VictorSize啊 给它导进来 然后呢 实际用它呀 再进行一个构造向量 也是可以的 构造向量之后啊 我们还是啊 进行了一个测试啊 结果是81.5% 也就是说啊 每种构造向量的这种方式啊 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这个TFIDF偏高一些啊 也就是说 TFIDF啊 咱们得出来的向量效果会更好一些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那个Ngram 咱们把它调高一些啊 再测试一下结果啊 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啊 就给大家啊 讲了这样一个案例啊 咱们有一个新闻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咱们要对它啊 进行一个分类 中间啊 因为大家讲了一些其他的酷 比如说 咱们怎么样用这个加分子器啊 进行分词啊 怎么去掉一个停用词 然后呢 还有啊 咱们怎么样去啊 把这个文本的关键词啊 用TFIDF给它做出来 后面呢 咱们还不再画了一个次云吗 画了上一个可视化的展示 后期呢 咱们就建立了一个LDA模型啊 看了一下不同的一个主题啊 它的一个结果啊 最后我们就是实际的 去用Bs啊 完成了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分类的任务 那这个啊 就是咱们这节课的一个案例啊 一个新闻分类任务 的你也orenal一个要填挑据哦 你有什么事啊